大家好,欢迎来到UNIX的美洲基本面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关美金的这个新闻 那在上周美元指数延续隔月大幅下跌势头 那此前公布的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令人非常失望 那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重新走强 那也接近本周这个去年2月以来新高1.33% 那继续施压黄金的价格 那市场对于美国迅速从新冠疫情中加速复苏 持终体乐观展望 那更多CEO也计划这个雇员大富加薪 那白宫动用非常手段加大疫苗的这个产能 那财产耶伦就实现这个抗疫索困计划 酝酷加税 那美企CEO对经济前景的这个信心呢 也激增 那在周四呢 的一项调查显示呢 就是随着新冠疫苗的接种 那美国商界领袖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是2004年以来最强的 他们预计未来数月将减少裁员 而且有更多高管计划给雇员大富加薪 那此外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拜登将访问 魏瑞工厂那由于全国各州的地方呢 政府要求就是提供更多疫苗 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将前往这个 密捷跟周 卡拉玛 卡拉玛祖市 造访惠瑞公司制造工厂 那该工厂是 惠瑞最大的生产基地 也是美国唯一的这个新冠疫苗的生产线 那美国财政部长呢 耶伦周四也表示 就是至少大部分 大型基础 这个设施 气候教育 投资计划的费用需要通过加税来 弥补 那总统拜登打算在今年晚些时候 推出上述计划 好 那他也在这个接受 CNBC采访时说 就是基础设施和这个清洁能源方案的细节 仍然在定制中 这是规模 高达1.9万亿 那拜登本周早时候也有在采访 说就是每个人想要接种的 这个每个想要接种疫苗的人呢 都应该能够在7月份之前获得疫苗 但是他也说到就是 美国要从这场已经 近50万人上升的这个大瘟疫中 恢复过来呢 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好 接下来看一下就是关于澳元 澳元呢 对美元升至近三年最高水平 那全球经济复苏的乐观预期支持 哦 这个澳元 那澳元对美元呢 维持强劲 声势 那会价最高 处级这个 0.7846 那甚至近三年最高水平 那随着各国疫苗接种的这个加速推进呢 全球经济复苏的乐观预期 继续支持澳元 那当天早些时候呢 澳大利亚总统 这个统计局 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呢 1月份 零售 零售额每月增长 0.6% 未达到市场的这个预期的 2%的增长 但是该报告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市场参与 参与者所忽略 此外 欧元区也公布了一系列的这个制造业数据表 表现了大幅好预期 好预期 也推升了这个市场风险 偏好情绪 施压美元同时 也带动了这个澳元走高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黄金 现外黄金呢 碳底回升并小幅走高 0.48% 1784.25% 那一度触及7个月 低点的 1760.81% 但随后应美元走低 而返回 跌幅 不过2021年呢 黄金已经下跌了 大约有6% 那算本周来说呢 金价下跌 2.19% 那创1月8日 当周以来的这个最大周线 跌幅 因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时的 金价 承压 那同时疫情呢 这个逐步 缓解也进一步 施压 金价下跌 不过美联储报告 及纽约 这个 纽约联储主席 Williams 重申为美国经济提供 强力 强有力的这个支持 为金价提供这个支撑 那另外 经济数据 石油 石油 也给了金价这个 喘息之机 好 那众议院呢 计划在2月26日 对总统拜登的刺激计划 进行投票 那民主党 试图在 不到四周时间里 通过这项法案 那参议院多数党 领袖呢 都 数目表示 他预计 白宫将在3月14日 宣署经济 刺激法案 刺激法案 那 数百万美国人 增加的这个联邦失业就业 基金将到期 那由于全国 这个全球的这个 公债利率上升 对黄金处于劣势 Bjcius表示呢 市场 与其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将 有好转 那以及新冠疫苗接种的工作 开展 这些削弱的这个投资者 对黄金的热情 收益率上升 也降低了这个 黄金的这个需求 好 接下来就是下周的这一个经济日历 同样呢 有交易的朋友们 记得放好你的止损点 毕竟有新闻 普通的位置要大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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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